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 曹丕和曹直父子 史称三曹 三曹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曹氏父子不仅改写了东汉历史 建立魏武 鼎立三国 更以升华妙笔 称雄于文坛 引领了建安风骨的文化潮流 曹操的东林节时 以关沧海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老计福利志在千里 曹丕所作现存最早的七言诗 燕歌行 曹直的本世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捐取富国难 誓死忽如归等等名篇佳作 快知人口传颂至今 可以说 这些诗歌也成为研究他们父子三人的第一首史料 从诗歌中 我们能看到三曹的另一面 从今天起 百家讲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副主中学 语文教师王翔 带您从诗歌角度入手 解读不一样的三曹父子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诗歌三曹第一集 乱世诗史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有那么一种想法 龙生龙 凤生凤 希望这种优秀的基因能够世代相传 应该说这个理想它是很丰满的 但是现实肯定很骨感 因为我们纵观历史 做到文功武制全面发展的这种父子兵 在历史上其实寥寥无几 但还是真有那么一组天王级的父子组合 那就是三曹父子 曹操 曹丕 曹直 那么要做出个结论来 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小说 还有一些戏剧 实际上得出来的答案 和我们今天所给的也许不太相同 但是我个人还是深信 如果我们能从他们父子的诗歌切入进去 也一定会惊喜不断 颠覆不断 今天首先要谈的就是曹操 提到曹操 这个人品的得分可能不是很高 其实这东西没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三国演义 还有一些戏剧作品 已经成功地让曹操身败名裂了 比如说我们称曹操为什么呢 尖雄 但是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觉得海底从他诗歌开始谈起 那么我们有一个假设 假如公元190年有微信的话 这个朋友圈里面刷爆屏幕的一定是两件事 一是被董卓立为新军的汉县帝刘邪 那么改元出平 也就标志着汉末正式到来 另一件大致是什么呢 就是曹操很应景地写出了文人乐府诗谢露行 那么一首诗歌为何可以和一个时代能够相提并论 首先呢我们的解释是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写法 明朝著名的诗歌评论专业户啊 钟兴曾经说过八个字 汉末实录 真实实也 那么这八个字一般人听起来啊 也许觉得很平常 但是我们要注意 实录呢本身就是如实记录的意思 诗史那就是记载了时代 并且精确到可以为史书作著的诗篇 为了更好的说清这个问题 我们先得讲一个新名词 乐府 乐府在秦朝的时候 他是一个音乐机关 相当于今天的音乐学会之类的 但是呢到了两汉的时候 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一种代称 那么这种诗歌的题材呢 灵活多变 字数呢也不固定 但是唯一固定的是什么呢 他的题目当中 有一些歌行曲词之类的字眼 乐府啊 当时啊应该说是很流行的 流行到什么程度呢 很多文人也参与进来 用他来写写生活 发发感慨 其中最为活跃的用户 那当然就是三曹父子 但是呢他们的写法呀 有的时候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尤其是泄露行的问世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那么清朝人说 借古月写时事 始于曹公 那么这几个字呢 我们看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 始很显然是首创之功 那么借古月写时事 这很显然 就是采用了今天我们通常 所讲的旧瓶装心酒的办法 用老的格式来写新的内容 尤其后边这一条啊 我们今天在看他的话 那真是惊天地 气鬼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泄露行 它是一首晚歌的题目 泄露 就是泄液上的露水的意思 露水有什么特点啊 太阳当头照 露水去无踪 那么放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他来比喻 人生短暂 生命无常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内容 所以他注定了一点 大家在写的时候 那肯定是千篇一律 有点团钩的架势 但是曹涛可不这么写 他干嘛呢 他就进那种最古老的格式 来写眼前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啊 就产生了两大 一想不到的效果 平常的一种散乱的文体 今天呢 就被曹操改造成了 非常标准的 多以五言为主的 报告文学的写法 那当时那是很时髦的 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 在这种改造当中 也使有将近三百多年高龄的岳府师 那么实现了自己的那种重生 这在文学史上 那绝对是大功一见 但是我们一问并没有消除啊 仅靠这种首创之功 那么一首诗歌 就可以和一个时代相提并论了吗 我们想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关键在于 曹操所做的实录工作 它有两大高度 一是有史书的那种精确性 第二个 它采用了史书的全景式叙述风格 我们先说实录的第一高度 就是它在写诗歌的时候 采用了史书高度精确的这种写法 我们都知道 谢露行是在汉末出现的 但是呢 它是关于一个谜团的 什么谜团呢 明末清初 大思想家王福之 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提出一个悬案 悬案是这样说的 也说呢 汉朝这个灭亡 用今天话来讲 有点诡异 匪夷所思 因为按照正常的规律 国家应该是内外交困 四面楚歌 而后呢 逐渐趋向于衰弱 脉搏就越来越衰弱了 那么就 也就最后就死亡了 一般的国家都是采用了种 正常是死亡方法 但是汉朝的灭亡 和其他那个朝代 大不相同 它在东汉政府 完全可以掌控 很多问题的时候 突然在一年之间 土崩瓦解 它属于非常典型的 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件事情啊 就引发了 很多人的一个想法 就很多人都在琢磨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当中啊 有一个人 他就专门站起来回答了 那就是曹操 他专门写出了 反映了汉末之乱到来的 这个谢露行 谢露行 曹操 为汉念二世 所认成不良 幕侯而灌待 知晓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 阴寿执君王 白红为灌日 几亿先授养 贼臣持国炳 杀诸灭玉京 荡赴地基业 宗庙亦凡丧 拨越西千仪 豪气而且行 斩笔落成锅 威子 为哀伤 开篇呢 它是这么说的 唯汉念二世 所认成不良 这当中啊 有几个字 需要我们解释 这个念二世 实际上就是指的 自从刘邦见汉 到汉陵帝这里 已经经历了 二十二个皇帝了 这当中呢 不良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良就是指不好的人 但是在这里 是有具体所指的 就指当时 汉陵帝的国舅爷 他非常倚仗的 大将军何晋 凡是看过三国的人 对何晋 应该是不陌生 那么这两句话呢 放到一起的意思就是说 汉朝在汉陵帝这里 基本就要终结了 如果追究其根本 那就是因为 他任用的人 实在不咋地 尤其是何晋这样的人 曹操这么说 又这么果决 我们觉得就疑问 也就出来了 这个何晋 真是那样不堪吗 曹操继续做解释 我们都知道 这个汉陵帝 因为私生活的问题 他早早地就病天了 应该说是平安着陆 但是他的儿子 汉少帝流变 他就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了 第一 因为这个汉少帝本身 不是汉陵帝 最想拥立的一个儿子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当时手握重拳的宦官队伍 对这个汉少帝 他是有意见的 所以这个何晋 那么等到他的外甥 一继位之后 他就非常仓促地 做了一个决定 干嘛呢 要消灭宦官队伍 那么刚才曹操 说他不良 就和这件事有关系 曹操是怎么看见事情呢 他说 这两句话 就是要解释的词是 木猴而关带 就是说 刚沐浴完毕的猴子 穿人衣戴人帽 用今天的这个话来讲呢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个词 成语叫木猴而关 最早使用这个成语的呀 其实是谁呢 是西楚霸王项羽 这个事呢 还要从西楚霸王项羽 占领了咸阳说起 我们都知道 以咸阳为中心的 这个关中地区 土地肥沃 人口众多 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 那么任何王朝 如果占据了这个地方 那都是很好的一个征兆 因为我回看历史的时候 秦汉隋唐啊 虽然不一定 都是从这地方起家的 但是 都是从这地方发家的 所以项羽 占据了这块地盘 他的手下们 就很激动 以为做大事的机会 终于等到了 结果呢 项羽是杀人 放火 抢掠 折腾完之后 一拍屁股 做了个决定 回老家 这着实让很多人很震惊 有人啊 就去问 为何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啊 项羽说了一句话 项羽说 富贵不归故乡 如 艺秀夜行 谁 知知者 这句话的意思啊 翻译成今天的意思 那就非常通顺了 怎么说的呢 说如果人 大富大贵了 不回老家 显摆意下 就像好像在晚上 穿丝绸的衣服 出来一样 没有人看见 也就是说呢 这个项羽的想法就是 活着 就是显摆嘛 你看 今天项羽 虚荣到连虚伪都不屑了 短见到连短处都无视了 这很生气 听这番话的那个人 那当然也不客气 他也回了一句话 他说 说者曰 人眼处人 目猴而观二 果然 就人们说 处国人 不过就是穿人衣 戴人帽的一只猴子而已 没有什么志向 今天 果真如此 当然项羽 听到这句话了 他毫不客气的 就把这个人给碰掉了 但是人死了 这个词留下来了 而且专门指人 目光短浅 刚愧自大 贪得无厌 那么这两句话呢 再合在一起 那就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 合尽者属于一个 幕侯而观的人 他智力很低诱 但是他又想铲除 实力更为强大的宦官 东汉末年 正居风云变幻 而亲历者曹操 却以一手 泄露行 概括了全貌 那么诗中 都描写了怎样的历史 仅仅关注 《诗歌三曹》第一集 《乱世诗史》 那么我们就得 论证一个问题了 合尽到底是不是 曹操所说的 这样的一只猴子呢 其实我们还要回看什么呢 今天合尽 铲除宦官队伍的 一些动机 当然了我们说 铲除宦官 是件正义的事情 但是偏偏放到 合尽这里 就有一些私心 左右两件 一 那是权力的诱惑 为何这么说啊 我们都知道 合尽 合将军 那是屠夫出身 他是靠了自己的妹妹 而才能上位的 但是呢 权力这个东西啊 最初的时候 给他的时候 你看 他就是个附属品 但是如果享用太久了 那就是个毒品 今天这个合尽 借此机会 要替小皇帝 巩固权力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虚荣心的 在作祟 这个是有证据的 当年袁术 袁绍兄弟二人 在游说 这个合尽起兵的时候 他们曾经深情的 这样说 将军一意为天下除患 明垂后世 将军啊 您该为天下 解除忧患了 只有这样 才能够明垂后世 轻始流明啊 中国人比较好这个 合尽 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了 从西汉建立 到现在也将近小四百年了 但是真正能留下 名声的屠夫 有谁呢 只有范快一个 也就是说 这个屠夫出身的人物 他留明的这个难度 比宦官还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合尽啊 头脑一热 就准备 哎 要动手了 但是他就忘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东汉历史上 外妻和宦官多次交火 但那是 胜少败多 更何况 今天的准备 还不是很充分 而且呢 如果今天 举世没有成功 那就会 危急社稷 央急国军 但是这些事情 他都通通不考虑了 因为 这个时候 他想的 就是那个名誉的问题 结果 我们就可以得出个结论来了 曹操看的没错 何进不仅仅 是一只猴子 而且当他权力在握的时候 还是一只 非常危险的猴子 可是呢 人们还是有疑问的 如果他真去做了件事情 成功的机会 难道真没有吗 我们觉得没有 因为曹操说他是 智晓而谋强 把他定性为 智晓 智力低诱 这个有证据吗 大家可以推想一下 就是这件事情 在整个过程当中 一定有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 统战工作 第二 组织工作 第三 保密工作 那么何进是怎么做的呢 他要求 不加选择的 铲除一切换官 很显然 这就是敌人的最大化 敌对力量的最大化呀 统战工作 失败了 那么至于组织工作呢 他们是不加选择的 调集各路军马 来京亲王 其中竟然还包括了 把阴谋都写在脸上的 董卓部队 这就是引狼入室啊 应该说前面两个工作 他做的是糊涂极了 但是第三件事情 他做的是一塌糊涂 史官都近乎有无语了 史书当中 就记载了两个字 谋谢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动手的时候 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而且啊 火上浇油的是什么呢 就是何进的母亲 还有他的弟弟 和宦官 做起了情报的生意 从中获利 你说这件事情 就证明了 何进的保密工作 何其的差劲啊 而且啊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啊 可笑 但它并不是最可悲的 最可悲在哪里呢 当我们正常人 知道了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之后 我们的决定是什么呀 马上动手 但是曹操说 何进什么呢 叫 犹豫 不敢断 事情已经泄露了 再不动手 就非常晚了 而且 外面 袁术 袁绍兄弟 已经 发动了军队 准备用倒逼的方法 逼何进出手 但是这个时候 何进表现出了 十足的耐心 不断地和各方 沟通 协调 正在这个时候啊 宫里面 传来了一个诏令 说他的妹妹 也是何太后 想请何进 进攻谋事 我们这个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政察人必须要 过过脑子 但是 何进是真没有脑子 大将军 不可进攻 为何 太后此招 必是张让 段归之谋 将军 切不可去啊 去 必有祸 笑话 我秦宝妹招我 有何祸事 大将军 叫赵 赵外兵入京 其谋已谢 其事已禄 此时 还能进攻吗 我要进攻面见太后 必先招张让 段归等人出攻 人后可入 此乃小儿之剑也 我掌天下之权 时尝试 有敢带我如何 大将军 一定要去 我等 银甲护从 一方不测 好了 不必多虑 他想都没想 忙不迭的 就进了攻 进攻之后啊 他没有看到 他的妹妹 何太后 他看到了 最不想看到的人 十几个宦官 而且他们都手持着兵器 指着何进 是大骂一通 骂完了 解气了 手起刀落 何进就一命呜呼 所以呢 你看 一件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都有的一件事情 今天 今天在何进这里 竟然做成了 赔了富人 又折了兵的情况 难怪 曹操 如此地评价他 而且啊 我们还看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特别有意思 后汉书的作者 范叶 也非常打趣地 在这个何进的 这个评论后面 加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岂智不足 而权有余乎 这个人智力低幼 又偏偏让他权力很大 才造成今天 他这么奇葩的吗 但是不管怎么讲 也证明了一个问题 曹操和史官的意见 是不谋而合的 那么行文到此啊 我们就要问了 那么何进失败之后 这个后果是什么样子呢 后果非常的严重 第一个后果是 悟君 天子已死 黄泉旁落 殷寿执君王 白红为贯日 几亿先受殃 何进一死 袁绍兄弟 那就徽君入了宫中 他们是见到那些 凡是不长胡子的男人 都要通通杀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宦官是无法和军队抗衡的呀 他们就那么狗急的跳墙 没有办法 就劫持了皇帝 还有皇帝的弟弟刘邪 也就是后来的汉县帝 逃到了今天的 河南梦津东北的 一个黄河渡口 当时称为小平津 他们准备在这个地方 另立朝廷 皇帝和他弟弟 小哥俩 在小平津之乱当中 他们自己逃了出来 没想到碰上了 来自梁州的 董卓带领的三千铁骑 那么在董卓面前 刘便的舌头都下肢了 但是呢 他九岁的弟弟刘邪 面对着董卓 对答如流 给董卓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换言之 刘便给董卓的印象 那简直就是差评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刘邪的妈妈 是王贵人 在公路当中 被刘便的妈妈 也就是现在的和太后 毒死了 那么当时的汉灵帝觉得 怎么能保全自己的骨血呢 他就把这个流邪 交给了自己的妈妈 董太后抚养 这个事情放到今天 其实大家不会多想什么 但是在董卓那儿就不一样了 董太后姓董 董卓也姓董 姓董的就是一家人 如果立流邪为地 那就相当于是立自己人了 所以这些条件集合在一起 董卓就下了手 先是把汉少帝 废为红农王 注意 由帝到王 而后又毒死了事 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军阀来了 我们都知道 外戚 患安 军阀 一旦有这样的三个要素 一个王朝想长寿 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东汉王朝 偏偏就一公倒地全赶上了 而且今天我们还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董卓在带着军队入京秦王的时候 他不仅消灭了宦官 而且还消灭了外戚 军阀一家独大 后来东汉的这种乱象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东汉灭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其中应该说千头万绪 但是曹操用了几句话 就把东汉父王的原因非常清晰地解释出来 逻辑也非常的严密 与历史还严丝合缝 如果说这样的诗篇都不能称为诗诗 那么什么样的诗才能称为诗诗呢 外戚与宦官交替乱政的东汉末年 由于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 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之一 而曹操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参与者与创造者 正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与亲身经历 他能够精准地写出诗史级的泄露性 当大将军和晋铲除宦官失败 反而几亿先受殃之后 董卓进京了 那么曹操又是如何描写董卓的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董卓祸国 也就是诗中所讲的第二个高潮 董卓祸国和何进一样 首先也要从君王开始 我们就谈的是董卓祸君 这是实录当中写乱世之苦的第一个角度 贼臣持果饼 杀主灭于京 贼臣也就是指董卓 他把国家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杀死了君王 焚毁了京城 这个董卓是怎样杀死汉少帝的呢 颇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史书说 董卓使红农郎中令 李孝儒 赠于红农王 曰 服此辟恶 王曰 此必是毒也 服肯 抢之 赠 咱们都知道了 在这里是赠杀的意思 就是用毒酒去杀死人的意思 那么这个李孝儒拿着毒酒来到了汉少帝身边 很不厚道地跟他讲 你服下这个东西可以包治百病 但是我们都知道 刘便确实是个孩子 但是他不是个傻子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喝下去 那肯定麻烦就大了 但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史书用了两个字 抢之 大家又可以脑补一下当中的情况了 这其中是可以发挥想象的 至于被董卓 心力的 仅仅十岁的汉县帝 留邪 那就每天更提心吊胆了 这样来讲 我们感到的皇帝 就非常可悲了 那么还有一个皇帝更加难过的事情吗 当然有 荡府帝基业 宗庙以繁丧 大意是 先帝们的基业被摧毁 就连宗庙也复之一具 这个董卓呀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他想避开洛阳一带反对他的人 因为毕竟自己的老巢啊 不在这个地方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很决的事情 他要求汉县帝 还有洛阳的臣民 西迁到他的根据地 长安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 而且呢 董卓人啊 真是坏到极点 他采用了釜底抽薪的方式 他把洛阳的宫殿和民居 都通通的焚毁了 二百里之内呀 都建不到火口 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宗庙自然也不能保全 皇帝到这个份上 他是五脸在建 列祖列宗的 而且呢 事情还不光仅仅在于 宗庙被焚毁了 当时的老百姓的那种境遇 也让皇帝非常的揪心 波月西迁移 豪气而且行 波月啊 就是跋涉迁徙的意思 董卓命令居民西迁长安 这一路上 老百姓是一边走 一边哭泣 大家注意这个豪字的用法 豪实际上不是简单的 落泪的意思 那是到了一种欲哭无泪的境地 非人间 致痛不能有 沾笔落成锅 威子为哀伤 看到洛阳城的残破景象 假如威子来过 也一定会难过不已 威子是谁呢 威子是商主王的一个兄弟 他是商朝灭亡的一个亲历者 有一次呢 商朝灭亡之后 他回到了故都 看到了故都 萧条败落的景象 他就写了一首诗 叫麦秀 里面啊 这个哀伤是满满的 大家都见过老百姓 是怎么倒霉的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皇帝倒霉到什么程度 今天看完泄露行 我想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不少 但是这从侧面也讲 曹操是把皇族的命运灾难 写出来的第一人 在泄露行之后 曹操又创作出了千古名篇 《浩里行》 晋朝人崔豹所撰写的古今著 曾经这样评价曹操的这两首诗 泄露送王公贵人 浩里送世大夫庶人 是挽救者歌之 视乎为挽歌 浩里行中的白骨鹿鱼与野 千里无机名两句传颂千年 成为描绘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名篇佳作 被收录国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那么这首《浩里行》是曹操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 他有着怎样的内涵 从泄露行到浩里行 诗人曹操是如何转变为军阀曹操的呢 但是这个乱世之中啊 谁最苦呢 谁更能体现乱世的这种萧条和惨状呢 当然星百姓苦 王百姓苦还是最好的答案 时隔十年之后 曹操写出了泄露行的姊妹篇 就是《浩里行》 几世万幸已死亡 白骨鹿一野千里无鸡鸣 生灵百依依念之断人长 浩是枯搞的意思 浩里呢 也就是那个死去的枯搞的东西所在的居所 所以很明显从题目上看 这又是一首《浩戈》 他在这《浩里行》里面啊 首先回答了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他的前四句是这么说的 关东有义士 兴兵讨群雄 初期惠蒙金 乃心在咸阳 关东在古代啊 指的是寒谷关以东 也就是泛指呢 以洛阳为中心的 这个中原地区 群雄不言而喻 就指董卓等人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 关东各郡的豪杰义士们 大家像当年周武王讨伐商周一样 在孟金这个地方集结 又像当年的项羽刘邦 指导咸阳消灭暴秦一样 来啃扫董卓的老巢 长安 恢复设计 还政于天子 这是这四句话的意思 史书记载了 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的盟主 那就是袁绍 当然副盟主就很有意思了 那是袁绍的密友曹操 职位是奋武将军 这件事情看起来啊 血脉喷张 那么结果到底如何呢 曹操在豪里行里面 继续说道 君和利不齐 愁畜而焉行 势力使人争 四旋自相枪 愁畜就是犹豫的意思 焉行就是大宴的行列 大家都知道 但在飞的时候啊 这大宴很守规矩 没有人肯往前边踏一步 绝对不插队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指啊 群群不前的意思 这几句话合在一块的意思 也就非常通顺了 他说没想到 就曹操万万没想到啊 大家面和心不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等到真正 见到董罗大军的时候 还没等到真正交火呢 大家就都像大宴一样 群群不前了 而且更要紧的是 自己人先打起来了 大家都在抢地盘 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盘算 那么谁来对付董卓呢 也不是没有人啊 有两个人 十八路诸侯就两个人 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孙坚 也就是孙权的父亲 另一个啊 是在当时绝对是属于 名不见经传的曹操 而且这个曹操和董卓的 第一场战役 我们还称之为什么呢 叫变水之战 曹操呢 他力劝大家出兵 进攻董卓 可是刚才我们都知道 这个情形之下 没有人听他的话呀 于是无奈之下 这个曹操就发了狠 自己带着自己 借来的几千兵马 自己就向西独立追击 他就想杀一杀 董卓的威风 当他行进到 行阳汴水一带 也就是今天 河南省的行阳地区 结果在这里 他遭遇了 董卓的大将徐荣 双方都没有什么开场白 就交了火 那个战争 惨烈到什么程度呢 惨烈到曹操 自己的战马都阵亡了 而且身中数剑 但是民难能够阻止吗 诗歌的最后一句话呀 是这么说的 这几句话呀 就是说 当这个陶董失败之后 不仅曹操 遭逢了自己的 生平的第一场败仗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老百姓的灾难 也就从此开启了 看了这句话 我们就明白 军阀们是不断地 发动战争 抢夺地盘 老百姓只能任人宰割 大批的死亡 出现了原野上 铺满了白骨 千里之内 竟然没有人烟的惨像 我们看到曹操啊 他写诗是非常巧妙的 他非常灵活地 用了几个数字 万千百一 类似于这种 有序的地检 但是 肚子是非常冰冷的 可是当时的事实 就是这样惨烈的 曹操呢 是时代的亲历者 也是历史的参与者 那么在他的诗歌里 有一种历史 也有他对时代 那种感伤 他经常说 威子为哀伤 念之断人长 其实就是自我感情的 一个表现 那么他的泄露型 和他的耗里型 那么也非常充分地 向我们证明了一点 他把诗史 写到了一个高度 他为中国的历史 做了另一种贡献 曹操呢 用自己的诗 成全了历史 我们说 也成全了自己 让大家对曹操 其实有了一个 不太同于以前的 那么一个想法 作为一个诗人的曹操 他能写出这样 连天闽人的诗篇来 他是不是一个 和其他的军阀 完全不相同的人呢 请听下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